大家好,歡迎來到Live Journaling,我是Edit。 手掌除了用來記錄日常發生的事之外,還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就是計劃一些我們還未做到的事情。 說起目標,不知道你又會想到些什麼呢? 會不會是一些過往慘痛的經歷,或者一些永遠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會不會都有一些不甘心,每一次訂立目標,但最後都做不到呢? 我想沒有一個人每一次訂立目標的時候,都100%會做到。 但我相信手掌和有一個系統的紀錄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有效地達成我們的目標。 今天我們就一起訂立一些目標,讓手掌成為我們的助手,一起去達成這些目標。 當你訂立目標的時候,這個目標可以是一個願景, 例如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或者你想有一個怎樣的習慣, 或者你想在你的生活裏面有一個怎樣的狀態, 而我呢,我就想成為一個更加健康的人。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可能你會想,今年我想我的成績有進步, 或者我想每一科都合格, 或者你會想在這一年多點找你的朋友聊聊天, 維繫一些很久沒有維繫的關係。 那麼很多人在訂立這個目標之後,就停在這裡, 就沒有再想下去了,然後就很努力在生活裏面,很想實踐出來。 但是呢,其實呢,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做不到這些東西的原因。 所以我們今次訂立目標的時候, 就會先想到我們以往做不到的原因, 然後再對症下藥。 那麼我的目標呢,就是要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那麼我就想了三個做不到的原因啦。 第一個呢,就是我經常都很喜歡吃一些垃圾食物的。 第二個原因呢,就是我經常都很夜睡, 也都很遲才起床。 平均都是兩點到七點這個時間。 那麼睡得五個小時實在太少了, 以至我經常都不夠精神。 第三個原因呢,就是我經常都坐在這裡, 我的工作都是坐在這裡為主的。 那麼想了一些可能的主要因素之後呢, 你就要想想一些解決的方法啦。 而通常我們一開始想到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呢, 都是很難就立刻做到的。 所以我會建議我們可以想一個step 1, 是一些具體又比較容易達成的步驟, 去幫助我們之後可以容易一點去達到step 2的。 例如我要解決第一個問題, 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我要喜歡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但是立刻做到實在太難了。 所以對我來說呢,step 1, 就可能是設置一個容易一點的餐單, 幫助我知道哪些東西可以吃,哪些東西不應該吃。 而step 2,就是喜歡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例如喜歡吃水果、蔬菜、小吃油膩、煎炸的食物等等。 你可以按你自己的需要去增加這些steps。 而對於第二個問題呢,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要早睡早起。 但是立刻做到早睡早起實在太難了。 所以我會定step 1, 就是要在12點前睡覺了。 而step 2,才是早點起床。 6點半之前我就要起床了。 要給自己一個具體清晰的目標, 讓我們可以清晰地量度我們的成果。 而最後對於第三個問題, 我的step 1,就會是 做一個站落車走回家。 而step 2,才是建立運動的習慣。 當你將你的遠大的目標, 變成這三個這麼具體的小行動的時候, 我相信你跟我一樣都會很興奮, 很想立刻去試一下做。 當我們完成了這些小的目標之後, 我們就可以增加難度, 最後買進我們的目標。 不知道你有否期待達成你的目標呢? 下一次我們會說一下, 在手帳裡除了寫下這些目標之外, 還可以做些什麼, 幫助我們每天去檢視我們的進度, 以及去提醒我們要完成目標。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些目標想完成的話, 你也可以在留言裡跟我說, 和我分享你的目標, 我們一起努力吧!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以及like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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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